對岸的藝人高溜 隆鼻手術之後 鼻頭多次反覆的感染 甲底拿掉了 鼻頭的皮膚卻持續的變黑 甚至壞死結痂 其實它看起來比較不像是反覆性的感染 更像是皮膚在早期的時候就有 一心一意造就你的美麗 各位東芬好 我是謝龍醫師 那今天呢 我要跟各位聊聊最近的一個新聞 對岸的藝人高溜 之前做鼻整型手術 結果鼻頭的皮膚呢 發生壞死的現象 這個非常的遺憾 那我們今天來聊聊這個事件 看看這個可能的發生的原因 以及 可預防的方法 這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對岸的藝人呢 在之前做龍鼻手術之後呢 就覺得 據他的描述是 鼻頭呢 多次反覆的感染 三天後呢 醫師呢 就把他的甲底拿掉了 可是鼻頭的皮膚呢 卻持續的變黑 甚至壞死結痂 最後轉到類似醫學中心 這樣去做高壓癢的治療 甚至 醫師告知有可能要做 前額皮絆的轉位來處理 這是整件事情的經過 我們如果看一下這個新聞照片 我們可以發現 他這看起來比較不像是反覆性的感染 因為我們談過 感染的話其實是 紅腫熱痛 而且通常是術後 一個禮拜到三個月才是 一個感染高峰 術後立即的感染這個發生機會不高 尤其經過幾天以後 皮膚黑壞死這個樣子 其實他看起來更像是 皮膚在早期的時候就有缺血的現象 所以 皮膚就會變得越來越不健康 然後最後就因為缺血 所以整個皮膚就黑掉 壞死了 缺血可能才是他真正鼻頭的狀況 那為什麼鼻頭會有這種缺血的皮膚壞死呢 我們大概可以分成三個主要原因 第一個原因 就是說我們如果試著把鼻頭 變得非常的挺 非常熱挺 我們軟骨架架的很挺以後 我們的皮膚呢 蓋下來的時候 就會承受非常大的壓力 就會頂得非常正進 一頂緊了以後 皮膚的血液循環就變得很壞 這是一個造成鼻頭 皮膚血液循環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那第二個原因呢 是我們有一些人喜歡把鼻頭變得很小 鼻頭要變小 我們就要怎樣 去鼻頭的軟組織 就我們之前有談過 像包子一樣去包子線一樣 可是這種皮下組織 去太多的時候 也會影響到鼻頭皮膚的血液循環 如果做過頭 也會造成鼻頭皮膚血液循環的受損 所以我們之前在談那個蒜頭皮的改善 其實我們更強調 鼻頭軟骨就是這個 下側翼軟骨外側圓的角度的改變 這跟大量的去鼻頭肉 這個概念有一點點的不一樣 那第三個狀況呢 怎樣容易造成皮膚受損呢 就是多次治療 多次手術的人 做過很多次手術 或鼻頭做了很多微整 其實鼻頭皮膚的健康程度 就自然的下降了 很像從原本很有彈性的布 變成一個像皮血一樣的布 那血液循環會特別不好 所以再加上之前的原因 頂得特別厲害啊 或者是去掉更多的皮下組織以後 有時候鼻頭皮膚的血液循環 就真的撐不住了 就造成了壞死 這就是鼻頭如果皮膚壞死的話 最常見的三種原因 那治療方法呢 大概跟後續醫院裡面的治療計劃 其實是類似的 其實他們做的還蠻常規的 我們會使用高壓氧來治療 那高壓氧呢 它吸入高壓的氧氣以後 會讓組織盡可能的活化 然後組織再盡量的恢復 可是呢 已經壞死的組織回得來嗎 還是沒有辦法 它就是沒辦法了 那高壓氧的目標呢 是在這些壞一半的組織 就是有一點點壞 可是又還勉強活 這種半死不活的組織 希望它可以變回健康的組織 這個高壓氧的目標 第二呢 當然是我們會給予抗生素 減少二次的感染 因為畢竟組織壞死 如果沒有好好照顧它 已經不是活的組織 就容易有細菌感染的問題 所以要使用抗生素 那第三呢 這樣黑黑的一塊 大家會覺得很害怕 是不是要趕快把那個黑黑的去掉 其實黑黑的 它還是會保護底下的組織 讓底下組織盡量可以長 所以可以看到這文章敘述 也是它反覆的結痂掉下來 再長結痂再掉下來 這個是對的過程 就是我們不能那麼快的 放棄這些組織把它丟掉 我們要讓它自己長 自己代謝 那代謝到一個程度以後 可能好的狀況是 它還可以恢復一個 合理的一個鼻頭的形狀 可是如果比較嚴重的話 會比較厲害的軟縮 那就會有變形的問題 可是更嚴重的人呢 他會整個壞死 那就缺了一個組織了 那就變成要使用額頭 這種前額皮幹 就拿額頭的皮膚轉位到鼻尖 來做一個重建的動作 可是這畢竟是一個重建手術 所以我們能追求的是一個 合理的鼻心 可是跟美 可能已經有一點點差了 這大概是我們的治療計畫 各位不知道會不會很好奇 什麼叫做前額皮斑 就是把這邊的皮膚轉到鼻頭 去重建鼻頭的皮膚 這到底在做什麼事情呢 看一下這一個照片 各位就會發現 這其實是一個很驚悚的事情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我們鼻頭缺皮膚了嘛 它缺的是一個有厚度的皮膚 並不是像我們平常說紙皮啊 拿一個什麼東西貼上去 像OK蹦一樣貼上去 它就活了 沒有那麼簡單的 我們需要一個相對有厚度的 一個活的皮膚 像我們就會選擇額頭 轉了一塊皮膚到鼻頭上 那那一塊皮膚呢 要比較接近鼻頭皮膚的這個樣子 你看我們這鼻頭皮膚特別薄嗎 那我們可以想像 我們臉哪邊的皮膚特別薄 摸摸摸就發現 額頭皮膚比較薄 所以我們就會轉額頭皮膚轉下來 可是各位有沒有看到 它中間有一個過程 好像一個像鼻子一樣 從這個額頭連到這個皮膚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要保留 這塊皮膚的血液循環 所以這塊皮膚從這裡轉下來以後 這塊皮膚的血液循環呢 是從這個額頭 沿著這一個 我們叫做皮瓣的這個軸 去跑到這裡 供應這塊皮膚 這塊皮膚是帶著血管的 所以它是活的 所以它才可以貼在這個鼻頭上 它不會立刻壞死掉 隨著時間經過慢慢慢慢的 鼻頭本身就會長血液循環 長到這塊皮上去 這塊皮的血液供應 就已經不再是從額頭來而已 鼻頭本身就會提供它 足夠的血液供應 這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大象鼻子 把它剪斷 把它分離掉 這塊皮呢 因為已經在鼻頭上夠久了 它已經有足夠供應 它活下來的血液循環了 所以這塊皮就可以活在這個地方 額頭這一個部分 通常這塊肉不太會再把它擺回去 通常是原本這邊額頭 就把它直接縫起來 所以額頭也會留一個比較大的疤痕 然後鼻頭的皮膚 有一些厲害的醫師 可以修飾得還不錯 可是基本上大概只能期待一個 合理的一個鼻徑 而不是一個美觀的鼻徑 所以前額皮斑在做這個重建 其實大部分是外傷啊 或者是皮膚矮 鼻頭肉切掉 比較容易遇到 在鼻子重建上 出現這麼重大的事情 然後需要這樣重建的 相對機會少一點 不過偶爾還是會遇到 所以我們在隆鼻手術 要怎麼樣去避免這種 鼻頭皮膚壞死這個嚴重的問題 大概有一個原則就是 我們要盡量尊重自己原本的條件 就是說我自己的鼻型 組織彈性 可以合理的做到怎樣程度 我們就盡可能把它做到最好 可是卻不是去跨越它 忽視它的能力 就是一昧的追求超級挺 或超級尖 超過自己組織能承擔的範圍 那這樣子的話 就容易出現問題 尊重自己原本的條件 創造屬於自己的美 我想這是一個讓鼻整形 既高雅漂亮又相對安全的一個訣竅 經過上面的解說 各位有沒有更深入的了解 鼻頭皮膚壞死可能的成因 跟預防方法呢 當然我們也祝福對岸的高小姐 盡快的恢復她的健康與美貌 那我們來問問題囉 各位在這個影片之前 有聽過前額皮膚轉胃這個重建手術嗎 A 我沒有看過 我第一次知道原來有這樣的手術 B 其實我博學多文 我早就知道了 歡迎底下留言告訴我們喔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並追蹤我們的IG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見囉 掰掰